我要挺住 坚决不能吃 哎呀多消耗气 我就能度过品牌期了 干就完了 累成这熊仔 我就不信还不瘦 来来来来 撑个体重 我靠 居然还没瘦 What What the fuck 哎呀 这怎么就不掉体重了呢 我这肚子啥时候能剪下去啊 不行 我得验证一下 穿一下我以前的牛仔裤试试 我靠 还是提不上去 哎呀完了 我这辈子都受不下来了 如果刚才的这些情况呢 在你身上都有发生 那么姐妹 恭喜你 正在经历让人非常难熬的平台期 其实呢 减肥的平台期呢 是每个减肥的人都曾经历过的事情 关键就是看你怎么突破虫眉 曾经的我呢 也是一个130多斤的小胖子 而且呢 我还是一个产后妈妈 但是最后呢 我都成功瘦身了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在减肥这方面呢 我也算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过来人了 今天的视频呢 我会毫无保留的把我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教你轻松突破平台期 结果呢 还不快把干货两个字 打在公屏上 那我们赶快开始吧 那我们进入平台期之后呢 我们的身体呢 一般就会有两种表现 第一种呢 就是新陈代谢变慢 第二种呢 就是空腹感变强 说白了呢 就是老师想吃东西 总是饿 哎呀 怎么说的我都有点饿 想吃个饼干 那我就想问问姐妹们 你们面对平台期的时候 都是怎么做的呢 嗯 你们是不是都是就挺着呗 就是饿也不吃 然后枉死了 虐待自己 拼命的运动 每天连基础代谢都没吃够 如果是这样的姐妹的扣一 其实我想说 你要是一直这样做呢 还没等度过平台期呢 你可能马上就会迎来自己的崩溃期 这样苛刻的饮食 你说你能坚持一辈子吗 那度过平台期呢 其实我们只要战胜 刚才我说的那两个身体表现 其实呢 就等于突破平台期了 大家也都知道 七分吃三分练 所以饮食的很关键 那我们该如何战胜 这两个身体表现呢 第一点呢 就是应该改变饮食模式 当你长期呢 维持同一种饮食方式的时候 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身体就已经适用了 所以很快呢 就会让你进入平台期 这就是为啥你节食减肥 可能吃的连基础代谢都不够 但就是不瘦的原因 哎呀 说个题外话 我是非常不鼓励大家 节食减肥的 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减肥方式 而且这种方式去减肥 只会让你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而正确的方式呢 就是你应该改变之前 固有的饮食模式 比如说你现在吃生酮饮食 其实就是低碳饮食嘛 每天碳水吃的很少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换成碳循环的方式 去吃一下试试 让我们的身体呢 不断的尝试新的饮食模式 这样呢 才能帮助我们突破平台期 也能重新点燃你的新陈代谢之火 如果大家对碳循环的饮食方式感兴趣呢 可以去看一下我上一期的视频 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而且我真的觉得 碳循环的这种饮食方式 效果很不错 第二点呢 就是改变运动模式 其实这个呢 就跟改变饮食模式的道理是一样的 解释起来呢 也很简单了 就比如说你长期都在用 跑步这种方式进行减脂 但是当你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诶 我的身体怎么没有什么改变了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呢 就是你每天都用着同样的方式 去锻炼身体同样部位的肌肉 而忽略了其他的部分 我们的身体呢 已经适应了这种强度 而正确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应该做交叉式训练 比如说今天呢 我来做低强度有氧 比如说跑跑步什么的 然后明天呢 我就可以去露铁 做一些力量训练 这种打破常规的运动方式呢 很快就会让你收获惊喜 第三点呢 就是每周一次欺骗餐 如果你现在呢 正在经历减肥的平台期呢 其实你是可以挑一餐或者两餐呢 去吃欺骗餐的 就是吃那些你非常一直渴望 想吃的东西 但是大家记得吃完之后 一定要运动就可以了 比如说跟我一起打卡 运动 吃大餐呢 会让你的心情变好 运动呢 又会让你分泌更多的多巴胺 来释放压力 这样呢 就可以提升我们的代谢 但大家要记住 吃完欺骗餐的第二天呢 我们就要恢复低碳饮食了 这时候呢 你可能会发现 虽然我前一天吃了很多 但是我的体重并没有涨量 即使涨了呢 也不会很多 这时候呢 你就要放松心情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你在后天再去称体重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 体重又在下降 而且可能还会持续的下降 这个时候呢 你就突破了平台期 这个解释起来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长期 都在虐待自己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呢 是需要一些能量 让它起死回生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在利用碳水和运动呢 帮助我们把代谢拉回来 毕竟呢 这种长期苛刻的减肥方式呢 没有人身体能吃得消 我们的身体呢 也需要休息和调整 不然呢 你真的就是在自我折磨 那身体呢 也会报复你 比如说让你的代谢越走越低 姨妈出走 皮肤粗糙 疯狂掉头发 等等这些问题 这些都是身体给你的回馈啊 所以姐妹们 千万别再用节食和不吃碳水 这种方式去减肥了 好吗 第四点呢 就是保持愉悦的性情 压力还有熬夜等等 这些不好的习惯呢 都会让我们分泌更多的皮脂醇 皮脂醇这玩意儿是啥呢 我就不在这儿科普了 总之呢 这东西分泌的多呢 是非常不利于我们减肥的 而且呢 严重的还会导致压力性肥胖 所以不管你是在减肥呢 还是在平台期 我们都要保持愉悦的心情 这样呢 才会让我们减肥的效果事半功倍 之前呢 我有看过一本书 那个作者呢 就说如果你长期瘦不下来呢 90%的原因都是荷尔蒙惹的祸 那荷尔蒙呢 就跟我们的心情有着极大的关系 所以看视频的姐妹 记得每天都要开心呀 冬天来了 我知道运动好难 大家打卡呢 也都没有那么积极了 但我又不想让我的姐妹 输在起跑线上 所以我决定多跟大家分享一些减肥的内容 大家如果还是想看运动跟练的呢 就扣1 想看减肥内容的呢 就扣2 减肥不减脑才会身体好 希望我的姐妹呢 都能健康的收下来 跟我做姐妹 身材不掉队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 我是尚雅 姐妹们记得三连呀